伴随着网络不断普及,影视行业也得到迅速发展,所以演艺圈每年都会有不少新生代走上迎评,他们备受观众瞩目。 在2019年,电影频道开始推出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》,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,每一届都会由业内人士推荐新生代演员, 最终在通过投票选出40位入选者,像一样迁徙,周冬宇和杨子已是两届入榜《新陈大海》计划的演员, 这几位确实是众多青年演员里面最具盛名的,尤其是周冬宇,他绝对是90后甚至80后演员里面的王者, 为什么敢这么说?因为他是90乃至80后当中唯一包揽金像奖、金马奖和金鸡奖大满贯的影后, 实力比肩张紫怡,不愧是某女郎。在5月12号,2021年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》林丹一爆出, 同名单来看,90后顶流花旦迪丽热巴终于被提名。 在前两节活动里,杨子、周冬宇和关小彤多位刀红小花都被提名, 可却未见热巴的身影,所以不少网友都疑惑以迪丽热巴的资历,他应该有资格提名和入选才对。 一类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》就是为了挑选出娱乐圈具有演技经验和潜质的演员, 希望这些年轻一代能够通过长时间培养之后,最终扛起影视剧大旗。 迪丽热巴已有数年演戏经验,也涉足电影和电视剧两个方面,演技虽然算不上精湛, 但肯定是在线的这次他入围2021年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》名单无意义。 除了迪丽热巴最引人注目,还有不少流量明星被提名, 像凭借时代上年团组合出道的成员丁程兴、宋亚轩, 还有选秀出道的孟美琪、夏之光流雨、程骁、赵小棠、孔雪儿和附金。 这些新生代爱豆走红之后,就会被制片人挑去演戏, 不过大部分的基础并不扎实,毕竟属于唱跳歌手, 演戏就是玩跨界,他们目前的优势就是拥有流量。 当然在爆出2021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》名单里, 还是有不少演员被提名,比如实力最强的周冬雨又来了, 还有刘浩然、吴景岩、程毅、袁冰岩、牛俊风、赵金奈和刘浩存等, 都是有不错的演技基础。 其中像袁冰岩与程毅还合作打造出爆款剧, 刘浩存连续出演张艺谋两部电影, 也与一样千玺合作了《宋米一朵小红花》, 是一个有灵性的女演员。 所谓《新陈大海青年演员》优选计划, 就是要找清一色的年轻艺人, 所以肯定少不了有流量明星被提名。 流量明星不是贬义词, 希望迪丽热巴、程毅、刘浩然和孟美琪 在借助流量的作用下,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, 用演技与作品回馈观众。 敢问有你皮克的明星被提名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